要说当下娱乐圈大事自然是黄晓明和baby的盛大婚礼 他们二人不仅是请了半个娱乐圈的人 更是分分钟霸占微博头条 不过婚礼已过 与好友们的狂欢也已经结束 是时候与家人们一同吃个团圆饭了 昨晚黄晓明与baby携家中亲人来到一家餐厅吃饭 饭必之后黄晓明的父母先行走出在外等候 而翻戴帽子墨镜遮面的黄晓明身穿黑色外套 从饭店走出 只见他将手机扶在耳边 不知正在与谁通话 而在一情人走出后 身穿黑色长裙的baby也终于现身 只见他手腕一位十分有气质的中年女子 面色带笑 而那位中年女子的口中还在不停的拒绝 这时黄晓明的母亲与助辈道别后先行离开 他的父亲则一位黑衣大叔一边握手一边走下台阶 黄晓明也紧随其后 而baby则满脸笑意的与其他宾客聊天后 也随黄晓明离开 黄晓明的父亲将部分宾客送上房车后 黄晓明与baby也快速上车准备离开 街道上停留的一辆大巴 是黄晓明特意为接送亲友所准备 而黄晓明的助理也正拿着亲友所送的礼物 放入后备箱中 不过黄晓明与baby也并未等待便先行告辞 消失在夜色中 而其实在当天的团圆宴上 还有五位特殊的客人 他们正是黄晓明为妻子成立的 关爱宝贝慈善基金所资助的 527个孩子的代表 他们曾现身黄晓明的婚礼 为大家带来了表演 在昨日的团圆宴上 黄晓明也为他们送出礼物和红包 在大婚之际 黄晓明还想着为可爱的孩子们送出爱心 确实值得网友们的一致点赞 要说当下娱乐圈大事 自然是黄晓明和baby的盛大婚礼 他们二人不仅是请了半个娱乐圈的人 更是分分钟霸占微博头条 不过婚礼已过 与好友们的狂欢也已经结束 是时候与家人们一同吃个团圆饭了 昨晚黄晓明与baby携家中亲人 来到一家餐厅吃饭 饭逼之后 黄晓明的父母先行走出 在外等候 而翻戴帽子墨镜遮面的黄晓明 身穿黑色外套 从饭店走出 只见他将手机扶在耳边 不知正在与谁通话 而在一群人走出后 身穿黑色长裙的baby也终于现身 只见他首晚一位十分有气质的中年女子 面色戴笑 而那位中年女子的口中 还在不停的拒绝 这时黄晓明的母亲 与助备道别后先行离开 她的父亲则一位黑衣大叔 一边握手一边走下台阶 黄晓明也紧随其后 而baby则满脸笑意的 与其他宾客聊天后 也随黄晓明离开 黄晓明的父亲 将部分宾客送上房车后 黄晓明与baby也快速上车准备离开 街道上停留的一辆大巴 是黄晓明特意为接送亲友所准备 而黄晓明的助理 也正拿着亲友所送的礼物 放入后备箱中 不过黄晓明与baby 也并未等待变先行告辞 消失在夜色中 而其实在当天的团圆宴上 还有五位特殊的客人 他们正是黄晓明 为妻子成立的 关爱宝贝慈善基金 所资助的527个孩子的代表 他们曾现身黄晓明的婚礼 为大家带来了表演 在昨日的团圆宴上 黄晓明也为他们送出礼物和红包 在大婚之际 黄晓明还想着为可爱的孩子们送出爱心 确实值得网友们的一致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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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